我本身是大腳阿嬤啦 大腳阿嬤跟斷腳順娘 早安 剛起床 欸我現在喝個水 結果我剛剛警衛室又打上來叫我移車 就是讓我瞬間就是 立刻清醒 等一下我堂姐要來我們家 因為大概每個禮拜二我如果沒有下台中的話 她就會跟我 因為她也是 藝術治療師 欸就是我之前有在Instagram上PO說 年末有一個工作坊 大家可以去參加 我會把圖片放在這 大家可以去Instagram或是Facebook跟她報名 什麼事 什麼事 What's wrong 然後今天呢就是 昨天晚上我花了一堆時間 就是把我的衣櫃換季 我人生第一次換季我的衣櫃 因為這邊的衣櫃比較小 所以一定要換季 我把它換成我冬天的衣服 然後這邊是褲子架 很多人昨天看到我InstagramPO就問我說這個好不好用 其實我是覺得像你們看這個 我拿掉一件褲子以後它就會有點傾斜 所以我後來發現方法是把它往後推好像會好一點 可是你們看我這邊就是這些褲子 它就會腮爆欸 就是推不回去 我覺得就是已經佔了我半個衣櫃的空間 雖然我下面還有很多架子 但是我現在比較喜歡把衣服亮起來 然後上面呢就是我夏天的衣服 就被我收起來這樣 還有很多衣服在舊家 就是還沒有搬過來 但這邊搬過來就是我覺得我真的比較會穿的 那其他衣服我之後可能就是會整理 然後送給妹妹們這樣 我們覺得我鼻涕很多 變好冷喔 大家是不是真的覺得變很冷 等一下應該會再泡一杯黑咖啡 然後 先去丟個垃圾跟回送 因為我昨天為了整理衣櫃那些東西 我有買一些 收納櫃跟收納架 還有買很多很多衣架 OK耶耶好像尿尿了 我去幫她擦尿一下 好擦完尿了 現在又要來吃美筋 我現在都會空腹吃 我覺得空腹吃對我 好像比較有效 就是腸胃的部分 然後之前有人問我會不會拍Vlogmas Vlogmas就是從 國外YouTuber開始盛行的 就是 嗯 Vlog到Christmas嘛 他們會一路Vlog到 聖誕節那一天 但其實這件事我很久以前就是做過類似 就是我之前是在 情人節好像一路Vlog到過年 初五還初六這樣 非常非常的累 因為我不是當天的影片隔天上 我是當天的影片當天上這樣 現在就是其實就是做了那個之後 我才發現我好像可以一到五都上影片這樣 現在吃個美筋 然後我不會拍Vlogmas 我還是會維持一到五有影片 儘量啦 然後六日我還是會讓自己休息 六日你們可以去Instagram看我 這個禮拜六可以來去城市看我 幹嘛啦幹嘛啦 你要吃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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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慣例煮一杯黑咖啡 看要不要水 有水嗎 有 然後 挑成兩杯 好弄了一堆雜濕之後呢 現在先去保養一下 我最近的保養還蠻簡單的 我一樣會用化妝水先擦拭 那我這邊就不會用簡單保養化妝水 因為簡單保養化妝水我都是用來濕敷 擦拭我會用它 我現在擦的是用這個Hobba的G Lotion Hobba的 我覺得它的保濕度比一般的化妝水還要好 我當時沒有用它濕敷過 因為我用它當化妝水 純粹就只是生存清潔 因為我早上就是有時候會懶得用洗面乳的話 如果會用洗面乳我可能就不一定會濕擦 但如果我只是用清水洗 我就一定會用化妝水濕擦 化妝棉是藍韻可思式的 真的是被問了一百遍 我以前有畫過圖 IG、Instagram、Basebook都有分享過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記得有一次的客家女子 好像也有寫上過吧 然後接下來我要用我最近真的超級無敵喜歡這個 The Renewal Serum 之前我已經跟大家說過這一罐 這一罐我現在應該已經用到只剩下不到二分之一了 不過跟大家說過這一罐就是等了我半年 中間的合作啊 就是慢慢的等我 然後很認真的讓我慢慢試用這樣 這一罐我覺得它控油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之前我在夏天用的時候 真的上它之後你的底妝會持久度多很多 因為冬天現在用我會怕它比較乾 但是我為什麼還要用它是因為它的舒緩效果很好 因為我最近在那個換季還有變冷的時候 我真的超常過敏的 真的很煩 所以我就會把這一瓶拿出來用 而且它吸收得超快 我現在臉其實已經基本上已經乾了 然後我會再用這個小黑瓶 小黑瓶就是我之前買的 欸這一罐好像真的擠不出來 這個就是之前最後剩下的一滴滴 我就只能用倒出來的這個 我其實基本上重點還是會壓在我的鼻翼這附近 還有額頭眉間這邊 比較容易乾啊 或者是有一些就是 感覺是死皮啊老廢角質比較多的地方 然後還有嘴角的部分 會比較容易去按摩它 今天沒辦法用貝殼 今天我貝殼其實剛剛去充電 然後護唇膏用一下加丹尼爾的護唇膏 柑橘的 我覺得超好用 好 邊邊怎麼有點髒 擦一下 然後最後呢 等小黑瓶都吸收了之後呢 因為現在真的比較冷 所以我會再用這個 簡單保養的B5修護乳 就是再用一個乳狀鎖水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小黑瓶都夠的話 你可能就不需要用乳狀 然後我有時候沒有在用小黑瓶的時候呢 我上完那個 抗敏精華 你知道嗎 我上完這瓶以後 我會直接上那個 B5修護 然後寶拉真雄我一樣還在用 但是我現在不會天天用 然後尤其是在我最近比較常過敏的時候 我就會避免上酸類的東西在我臉上 就是會讓我的臉比較冷靜下來之後 我再去用酸類的東西 就如果我覺得我的粉絲暴增啊 或是臉又不夠透亮的話 我就會用它這樣 OK 然後 那個 我禮拜六要去Remo的活動啊 要穿全身黑 可是我現在還不知道我要穿什麼 就很緊張 為了衣服緊張 不是為了剪到你們而緊張 然後之前很多人問過我說 我這個新的指甲油的顏色是什麼 是這個 Nailholic的 BR319 很久以前就分享過了 然後我現在就是有點辣慘 我要去補擦 我現在比較認真在補擦指甲油 好 現在就去喝咖啡跟補擦指甲油 然後等一下再把我的飾品放一放 昨天還有收到新的包裹 等一下再來拆一拆這樣 必須錄一下剛剛我唐姐就是對於這顆蛋抱持了一個很大的質疑 因為他不了解就是我給他這些東西到底要怎麼用 都快要被氣死了 不是啊 你這就是先 嗯我在這 然後輕輕排開 剛剛跟唐姐下去吃了東西順便回家拿了很多 呃黑色的衣服 所以等一下要把它全部攤出來 然後想一下就是禮拜六到底要穿什麼 好緊張 我等一下先把它攤出來 因為我昨天就把房衣櫃全部都清空了嘛 所以 等一下再來整理一下 現在 喔然後昨天我有收到一盒 這個應該是 RDELL吧 RDELL BEAUTY 這裏面是有假睫毛跟眉毛 是廠商寄來的 我等一下來試用看看 雖然我今天沒有很小化妝 但是等一下可以試試看這樣 然後昨天還獲得了一個這個什麼 Ghost Snell Nutrition Hand Cream 蝸牛護手霜 我現在覺得最厲害最厲害的護手霜 還是Elizabeth Arden的護手霜 可是真的很油 就是真的只能用一點點 tie in a little bit 然後最喜歡的還是 Shonel這顆蛋 然後它好像出了黑色亮晶晶版本 我覺得很美 這一顆呢就是仙女用的蛋好不好 就是很香很香 我純粹就是為了它的香味 保濕感我就覺得正常 今天超開心的吃去拿了一個包裹 這個是Around Mood的包裹 你們也知道我很喜歡Around Mood的 產品嘛 是我學弟跟他男朋友做的 就是這個戒指也是他們家的 我買了兩個 之前戴珍珠然後螺旋耳環 都是他們家的 看他們家的包裝多可愛 把它撕開來 這次我是訂了一個 因為他們很常會去假日試駕 這次我是訂了一個珍珠的 它那時候是手臉 然後我就問他可不可以做成項鍊 他說可以這樣 珍珠式的 沒有不是純白 有點米黃 米白的感覺 有點米白的感覺 很漂亮 好 我那天買了一個這個櫃子 就是這個 它這打開之後呢 它可以掛項鍊啊 耳環什麼可以扣在上面 就比較方便 因為我現在的耳環呢 給你們看我是怎麼收那種耳環 我現在的耳環呢 就是放在櫃子裡 然後還有之前我有一個耳環的盒子 我就會把它放在這裡面 這個蠟燭味道我超喜歡的 Hawaiian Hibiscus Hibiscus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Best and Barty Works 我很喜歡 好我已經準備好我禮拜六要穿什麼 因為 其實要穿全身黑有一點難 就是 我沒有很常全身都穿黑色 就是可能 上衣或褲子就是要想一下搭配 但已經搭好了這樣 然後 我剛剛去蘭德翻了一下我冬天的衣櫃 我發現我的這個BearaBeara的包包 我之前根本幾乎沒在用耶 很浪費 那時候 好像是我 剛開始當公關的時候買的 它裡面還有那種放手機的殼 就是袋子 然後一個拉鍊袋這樣 它可以裝很多東西 只是這個包包呢 蠻不實用的是它沒有長背帶 它只有這個扣的 所以我就想說 至少放在我的房間當裝飾一下 不然很浪費 這個包包很貴耶 然後 衣服準備好了 我現在就是要 繼續去撿Pan處理事情 然後我等一下再回來 整理一下這些冬天的衣服 烤喔烤喔 啊我知道 不然倒回來再倒回去 這樣 這樣就會溫掉 傻眼 喔溫了溫了溫 What do you want? 他想我的腿 他現在只想要你摸它 他很喜歡人家用腿摸它喔 就是這樣子 啊你腳走開之後它就會靠過來 有沒有有沒有 啊你再走開它就會再靠過來 我怎麼 Давай ILA 有嗎'll go today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盒 ALDELE BEAUTY裡面有什麼 這個牌子我真的是從來沒聽過啊 然後廠商也就是自己默默的寄來 寄了以後才跟我說的 哇 這是用手寫的嗎 這是用手寫的 真的假的 好強喔 接著看 是我媽媽 我媽就會寫這種字 Magnetic Gel Liner 喔 是那種磁力的 是嗎 Magnetic 這怎麼唸啊 Magnetic 是磁力的意思嗎 磁力眼線液是什麼意思 喔 他的睫毛這邊有磁鐵 可以吸上去啊 然後 他說 你apply magnetic gel liner之後 你就可以把Magnetic Lash貼上去 WOW 真的假的 Easy to apply OK 夜夜尿尿 我真的是一條 擦你這尿 哇 這個很時髦欸 我倒是從來沒有用過這種東西 之後再用看 因為我今天沒有化妝 然後他裡面有附 Brow 這是Brow Gel嗎 定型持久眉膠可可鬆 跟 淋濕霧風吟眉膠筆的可可鬆 還有 Micro Brow Pencil 跟Feathering Pen 液態的雨眉筆跟眉筆 謝謝阿道 我之後再試用看看給你們看 之後get ready with me 跟你們試試看這樣 因為今天真的沒化妝 所以今天就是 一個比較放鬆的一個 打掃跟整理工作的事 那個日子 所以今天就不會化妝 我每次擦指甲油的時候呢 就會看一下那個 我很愛的youtuber 我非常喜歡 Kim跟Michelle 他們是兩個很好的朋友 他是越南籍的美國人 他是韓國籍的美國人 欸 對啦 他們不是韓國籍啦 就是 欸 怎麼講阿今天 反正他就是韓 韓義美國人 他是越義美國人這樣 然後呢 我平常每次 弄完指甲 因為我不是說我指甲油 都很快都會落差嗎 所以我現在就會擺在我的那個 空氣清淨漆旁邊這個風 然後上次有一個讀者 跟我說 泡到冰水裡面 就可以很快乾 可是因為現在就是 消閒的有點冷 我不想泡冰水 所以我就還是在旁邊吹乾的 我靠太陽也太大了吧 今天天氣好像瞬間變很好欸 反正我現在就是要 繼續吹乾我的指甲油 有夠冷 我現在在看 Amber的影片 還有要準備穿襪子 這襪子是之前去名古屋 UNIQLO買給男友的 我覺得日本的UNIQLO真的好便宜 然後我就把它拿來穿 因為其實我男友的腳沒有比我大多少 我本身是大腳阿嬤 大腳阿嬤跟斷腳順娘 我們家我跟我姐跟我媽 我姐好像161還162吧 我媽跟我差不多是158左右 然後我們都是24半的腳 然後因為我跟我媽的腳板都很寬 反正我們有時候要穿到25號 我有朋友170他的腳都沒有25 所以我的腳真的非常大 然後現在真的冷到爆 可是我又還是有開窗戶 因為想要通風我怕會感冒 然後我等一下想要早一點煮一個麵來吃 我剛剛呢就是去配了幾套衣服 然後要準備給廠商選 你們猜猜看禮拜天我會穿什麼 你們猜猜看 喔是禮拜六吧 姐姐給我的這個芝麻牛奶 她說這個加牛奶非常好喝 但我現在沒有牛奶 還是我就 好我決定我要泡泡看 不加牛奶應該也沒有關係 這個芝麻我應該不用畫吧 還是你們要看 請善用截圖功能 好啦我應該滑一下 決定先去煮個麵吃 好餓喔 她想說芝麻牛奶等一下再泡好了 不然我怕喝了它就吃不下飯 然後吃不下飯之後 等一下立刻又會很餓這樣 然後我剛剛就是在看那個Facebook的時候 我突然就滑到 不知道是 就是你知道有時候會跳出來 Facebook有些莫名其妙的平台在直播 然後剛剛那個直播主在直播的時候 然後她說來來來3880加下去 加下去 加下去 喔你們今天你真的是沒有 現在沒有加力捏 不需要買東西 這都不需要加喔 不需要買 趕快開始這樣收收收收收 收起來算 好 你們現在真的很想要 怕想要 想要加音 摔一波 然後我就真心的 我看了大概20分鐘左右 然後就覺得 欸好像是在看鄉土劇的感覺 12900的東西 它賣 3000不到喔 大家自己思考一下好不好 行車記錄起來 看起來很厲害 我這兩天這邊非常非常的痛 不知道是不是這幾天又有點 剪片弄到 所以要伸展一下 我之前做那個 復健動作 啊 痛痛痛 還有這個 這樣子 要這樣壓 然後把手這樣往上走 如果有媽媽手的人 或是長期在弄電腦的人 可以試試看這幾個動作 這是那個醫生教我的復健動作 這個我覺得也蠻有效 反正就是大概剪個20分鐘30分鐘 就站起來休息一下 然後我也會這樣 然後拿 就是瑜伽動作 然後現在還煮麵 很跳動 我最近很愛吃這個泰國的麵 因為它分量比較少 很小包 因為麵我通常一包我是絕對吃不完 可是這個我可以欸 它很小包 欸耶耶去吃飯 他肚子餓了 等一下順便弄飯給他吃 然後 銷魂麵 泡麵就是 有時候像這種天氣 你就會很想要吃個一包這樣 狂吃猛吃的寶寶 嘴巴上面都是牛奶 你吃飽了嗎 他要去尿尿了 他要去尿尿了 他等一下就會跑過來找我 很開心的找我 要我去幫他擦尿 然後給他肉條吃 然後吃完之後 他就會再去填一下碗 再喝一下水 然後再去尿一次 然後再給我給肉條 欸過來了 他過來了 你看嘛 你尿尿了是不是 我現在走過去他就會很開心 你尿尿了是嗎 你看你看你看 他就要把我帶過去 說對 我尿尿了 快點去幫我擦 好走 我們去看 你尿尿了是不是 然後擦完之後他就會在這邊等我 如果我不給他肉條 他就會蹭我 走 went 等一下還有會再來兩次 因為他會去大便 皇家奶持的奶味非常的重 就是 我相信這應該是奶粉吧 因為他是我的 我喜歡的味道 但是 非常非常好喝 然後我本人是 我有時候會用到兩包 有時候只會一包 那今天就是想說 讓自己喝甜一點點 心情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的這個糖應該是半糖左右吧 但是我平常會喝到微糖 就是我姐都會說 你那樣喝你不如不要喝 因為她都會覺得我把奶茶的比例就是泡很錯這樣 但是皇家奶茶真的是我人生中 最最最最愛的奶茶粉 就是我其實近期已經很少讓自己喝奶茶了 但是我的櫃子裡面永遠都會有一包庫存皇家奶茶這樣 就是多愛她的意思 實在是有點冷 所以我去放了水 想說等一下泡個澡 那莫名其妙覺得 又開始有點鼻塞耶 然後最近比較沒有辦法在下午6點上 是因為我早上比較常會出門或什麼的 就真的會比較壓縮自己在家裡剪片的時間 但是想說 只要有片上應該就OK 就不要給自己這麼大的壓力 就是想出門跟朋友出去吃飯啊 跟家人出去吃飯還是可以去這樣 因為我前一陣子就變成 因為我很要求自己一定要在6點上片 那如果前一天來不及拍 我就會當天拍當天剪 然後就是會一直坐在那邊 一直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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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都不吃飯 然後不去找別人這樣 就是感覺就是有點宅 你們知道 就是宅不是不好 可是我到最後是後來又覺得 常常會因為這樣整個人會覺得心情很悶 就會覺得 欸 我怎麼好像整天就是一直待在那 一直坐在那 然後整天就結束了 這樣很可惜 所以anyway 就這樣囉 大家免費要蓋暖一點 Bye Bye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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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